時位 用演員的角度來看世界的話 你會覺得一切都非常有趣 是一個多樣型的人 你可以擁有不一樣的角度來看待人生 來度過你自己的人生 我叫莉晴天 我来自中国台湾 今年33岁了 我是10年出道的 《入航》到现在拍过大大小小的戏 应该有超过30部 电影的话 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就是《痴痴的爱》 还有我客串的 叫《我知你人心》 主演是刘德华跟龚丽 你别走 现在去试戏 常规的流程就是做一下自我介绍 然后对剧本的要求做出表演 是今年来第一个试镜 所以还是挺重要 而且还是主要角色 所以还是得去努力争取争取 最多一天试过7个剧组 我们是被决定的那一群人 不是决定人的那一群人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得失心不要太重 因为当你有得失心的时候 演戏都会砸锅的 自然就好 不要有压力 就是先说戏吧 就是昨天那个角色 感觉你是很有点在抗计 可能自己比较 像我们之前演的那些 可能表现方法会比较的 多样化 你在这里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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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在台湾的工作状态 是一年大概可以加两部戏 拍戏就像上下班一样 早上七点去化妆 下午三点就可以回家休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感觉自己像上班族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的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了 不会有更大的奇迹出现 对此感到非常的焦虑 那时候在台湾拍了一部电视剧 叫《高塔公主》 是台湾的国相剧党 那个时间党里面收视的冠军 反正想也是挺好的 下一部戏 跟下一部戏 人家都找上门来要谈合作了 问到经纪公司说 晴天人呢 晴天不在 晴天去哪儿什么时候有空 晴天可能这几年都不会回来了 对我就让到北京来了 18年的时候正式在北京定居 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城市 它会让你不自觉的 每天都往前冲 永不止息的 在娱乐圈来说也是演艺圈 演员圈的一个聚集地 不来北京能去哪儿 房子给退一退 把车给卖一卖 那些钱该留给家人的 留给家人 自己带着一万块人民币 我就来了 飞机落下的那一刻 我想我的新人生要开始了 My new life 当来北京的时候 我是什么戏都见不到的 生计都成问题 甚至你得跟朋友借钱 你才能够生活 我记得有一句世戏 是一个感情戏 一个男主的设定就是个北方人 所以你说话可能要比较硬气一点 可能太温柔 然后咬字也没那么清楚 试完导演就跟我说 疫情间你说口音你能改改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你没必要这样做 我记得那时候可能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你不要这样做 差不多吧 所以当然就是保眼看不下去 你看你这样拉上 是不是就有一种电影院的感觉 我家是没有电视的 只要有这个投影的意义 就可以了 这是个问题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所以就每天还是花很多心思 在去上班 看着影视念着报纸 练普通话练台词 透过聊天就想 他为什么这样说话 他怎么这样说话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像之前的工作模式一样 我也在家里拍Vlog 美食取向的 因为我自己就会做菜 或是做直播 特别简单的一道 台湾最非常有名的宴席菜 是一乌鱼籽就完成了 吃的时候呢 就是你可以拌着这个大葱 或拌着这个苹果 夹在一起去 特别好吃 来吧 试试看吧 现在的演员 你需要更多 除了会演戏 你可能还要会其他的才艺 跳舞唱歌 拍短视频 你需要技能更多 变成你是一个艺人 你是一个多样型的人 我最喜欢在北京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一切都很刺激 有趣的程度也不一样 你可以拥有不一样的角度 来看待人生 来度过你自己的人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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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